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习近平刚刚结束了他五年来的首次欧洲执行 他这次访问为期五天 包括法国 萨尔维亚和匈牙利 他的访问正在欧洲和中国围绕一系列的议题 而导致双边关系紧张之机 包括贸易 对中国的间谍指控 以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立场上等等 今天的私交店节目就是围绕着 习近平出访欧洲三国的意义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要请的是评论家刘秋冯先生 给我们分析和点评 刘秋冯先生您好 好久不见了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次访欧的主要日程和意义 好的 习近平主席是以五号抵达法国巴黎 然后七号抵达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然后是八号抵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1964年当时时任总统戴高乐 和首先跟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建交 但是引起一番独立自主的外交 就是独立自主的外交 套用中国人喜欢的一种三国的框架 目前假如从军事能量来说 是美国 中国 俄罗斯 但是从经济规模来说的话 应该是美国 中国 欧盟 他们分别是27.3万亿 然后是17.8万亿的中国 还有18.34万亿的欧盟 所以是中国希望能有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 然后在这个三国鼎立的局面下 法国可以引领欧盟 然后向他们自己的说法 就是可以战略促成一个战略自主 欧盟的战略自主 那可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不再偏向于美国的话 中国在受美国打压的期间 可以有一个伙伴关系 可以有一个合作关系 这是中国的一个希望 然后除了这个法国之外 塞尔维亚和薰远利是中国在欧洲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友邦 尤其是塞尔维亚是25年前 当时是科索沃战争的1999年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 是受到袭击 当时有一种塞尔维亚 有一种患难与共的一种感受 这是他们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友好的 就是在欧洲国家当中 塞尔维亚是支持中国最积极的一个国家 然后除了这之外 匈亚利是另一个支持中国的欧盟 他的身份比塞尔维亚还特殊 他是欧盟成员 同时是北约成员 所以他是中国相对来说 对匈亚利的投资特别多 就是中国的比亚迪 还有宁德时代 就是有关电动汽车的这些产业 都是大批量的在匈亚利投资 就利用欧工体的经济优势来出口的沾点 可以有一个左脚点 可以从此 我们可以从中国直接出口到欧盟 也可以从中国匈亚利进进欧盟 整个欧盟市场 而且一带一路的中站也是匈亚利 还有大概东欧那个地区 对对对对 还有他这次访问 为什么选择就法国 萨尔维亚还有匈亚利 这三个除了什么建交六十周年 或者说使管轰交二十五周年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吗 我想在习近平访问欧盟之前 已经泄露一些内容 就是说中国很可能会购买大批量的空壳飞机 这是老一套的 每次去欧洲 要么去美国 对对对 还有一些是有关中国电动汽车的电动车的欧洲出口 对引起欧洲的关注 因为竞争相对的非常悬殊 然后还有一些中国对于欧盟 对于电动汽车的调查的话 中国的反制措施 有化妆品和红酒 对这些 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协调 但是除了这之外 法国希望在 它举办今年夏天七月的时候 举办奥林匹克的时候 希望有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停战期间 希望中国能够出面斡旋 然后从中国的立场来说 就是整个欧盟27个国家当中 德国虽然在经济是一个强国 但是它是一个二战的战败国 相对来说 法国是一个可以引领欧盟的 然后同时刚才说过 它是一个继承戴高乐的 反对美国很积极的一个国家 所以是中国希望能有一个 就是独立自主的法国 独立自主的欧盟 那可以相对来说 中国在外交方面有一个更多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之间的一些 这是对话 这是访问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潜移默化 希望能法国能够跟中国 欧盟能跟中国更走得近会一些 然后相对来说不再倾斜于美国这一方面 然后对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 应该是难得的两个传统友邦 应该有必要更加巩固一些 是这样 在法国期间 就是说法国总统 还有加上欧共体的代表 习近平也进行了会谈 共同会谈 主要讨论哪些方面的问题 现在不是反倾销的问题比较 反倾销调查 我觉得反倾销调查应该是 相对来说 德国是一个汽车大国 然后它是一个出口以中国市场为主要目标 同时它与中国合作 然后在中国也制造一些汽车 然后这些汽车也要返回欧洲来销售 然后相对来说 法国的汽车产业比较比德国小一些 法国有雷诺 但是它的汽车产业比德国是规模小很多 所以是对于反倾销的调查的话 法国相对的积极一些 但是德国就比较反对的力度比较大一些 因为假如是说 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真的是加上关税 禁止到欧洲出口的话 我们德国在中国投资的这些汽车 我们叫销唯欧盟的时候 他们也有相对的困难 所以欧盟它是需要一个协调的 所以另外的中国 它也有一些 比如说对于法国化妆品 对于法国的一些红酒 还有法国的一些 农建品的 还有一些高档的那些奢侈品 这些东西 应该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些协调 各自相对不同 但是会怎么协调 我们现在还没 我们还不知道 是怎样 因为那个是大批量的空客航空机 我们现在还没听到说要购买多少架 是这样 那匈牙利和萨尔比亚 为习近平捕下了这个红地毯 就是他们为什么 就双手欢迎就习近平 我想这个 我在视频上看到这个 这个红地毯铺的好长 然后在那个红地毯旁边 他是习近平抗力 是在晚上 他一个是7号 一个是8号晚上 先到贝尔格莱德 然后到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很漂亮 但是他们都是在晚间到达 晚间那些人在机场 准备了一个 好像小型舞蹈会一样 就是让人 就是很宾致如归的一种感觉 这让人 就是没想到的是 我们叫欧尔班 这个他宣亚利的领导人 他是宣亚利人 我们认为他们是匈奴的后裔 但他们绝对否认他们是东方人 他们认为是他们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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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后裔 这个人总和我们都是 宣亚利的后裔是对中国来说不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吧 他们就否认是他们是东方人 东方人总 但是欧尔班当时在机场迎接的时候 他就说他们来自东方 欢迎东方的客人 宾旨如归 寻找一个联系的女友带 寻找一个联系的女友带 我想是对他们来说 相对的来说 匈牙利靠塞尔维亚都比较贫穷 比较落后 他们需要一些大批量的科技资金投入 然后我们现在当场可以看得到的是 中国对他们铁路高铁 对他们的科技 然后还有汽车产业的投资 这是可以有目共睹 可以看得到 对他们的这些产业发展 是非常有帮助的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之下 就是快三年前 俄武战争爆发 一开始的时候 欧洲跟美国的合作 或者一种凝聚比较突出 好像最近看来 好像欧洲跟美国 好像各自想的不一样 加上习近平 这次访问欧洲三国 好像是不是要找一个 分内之子的那种感觉 见风擦针 我想是 中国一直在强调 欧盟的独立自主 就是往坏一点说的话 就是说希望分裂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 一个同步走的关系 就是希望欧盟能够 有自己的想法 不再受制于美国 不再是完全倾向于美国 那样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从三国鼎立的一种局面来说 可以对欧盟 可以有更多的外交空间 对中国来说 可以在经济和外交方面 可以相对也更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但是说从实际的层面来说 欧盟没有自己的军队 对 他们是需要 美国的保护伞 依靠北约的保护 所以是很多地方 修制于美国 这是理所当然的 目前的现有的事实 但是至于你刚才说的 乌克兰战争 结果会怎样 现在好像是 两年前好像是非常看好 乌克兰会战胜 现在好像是有一点 局势有点扭转 好 就是刚才前面也提过 美中之间的一种 肩膀弩杖的那种情况 加上 拜登对中国的制裁 或者是压力 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之下 感觉好像是拜登 比特朗普的态度更硬 你是怎么看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在竞选总统期间 拜登曾经批评过 特朗普当时时任总统 特朗普的关税战争 因为你问一个任何一个念经济的学生 他们都会告诉你 这个关税不是中国人在付 是美国公民在付 所以这会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支出 这会增加通货膨胀 但是他执政以后 他反而他没有减少这个关税 反而增加了 然后最近他增加了一个中国的汽车关税 汽车关税是从25% 其实是25%加2.5% 原有的关税是2.5% 然后特朗普加上25% 然后拜登从这一方面再加上75% 所以是等于是100.25% 102.5% 所以这个对中国呢 是我想一大部分是选举 对选举一个作用 因为其实从中国到美国的电动车出口 现在只有200辆左右 这些沃尔沃的一些电动汽车 这很少 另一方面呢 这个这种做法呢 就是你阻止你的盟邦 阻止你的美国的企业 向中国出口这些东西 这些那些东西 反而会让中国有一种自主研发 比如说芯片呢 是终于说你不能 11纳米以上的 你不能出口到中国 14纳米不能出口到中国 那中国呢 华为它手机自己做出了7纳米的 然后现在做出了5纳米的 以前呢 他们自己可以做出 什么20纳米的 14纳米的芯片 因为有外国进口可以竞争 每个人都希望买质量稳定的外国产品 反而你禁止了 反而促成了 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国家力量的 研发法 研发 所以是对美国是一个好事呢 对中国是一个坏事呢 我觉得见仁见智 不一定 战略上美国这种做法不一定对 好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中韩两国外长举行的会谈 最近 这次是隔6年半再次访问中国举行的双边会谈 你认为这次会谈具有哪一种意义呢 这个是赵对列 新任韩国外长 13号 在中国北京会见王毅外长 这是2017年11月之后 时隔6年半的在北京会晤 期间呢 朴镇外长曾经访问过天津 但是没到过北京了 这是他们主要的商讨是 这个月底2627在首尔举行的 韩中日三国的首脑会谈 除了这个首脑会谈之外呢 双方面还谈到 就是两国 中韩两国现在关系不是很密切 就是以前有一些 有关台海问题的发言 这一方面呢 希望中国方面希望有一些改善 然后赵对列对这方面也说 中美关系 韩美关系是韩美关系 韩中关系是韩中关系 这个呢应该是个别的问题 然后除了这一关还有一些 有关脱北者 北宋问题 北宋的问题 还有一些朝核问题的稳定 也希望中国方面出面一些进行 一些斡选 我现在这个是应该很好的开单 两国应该多交集多交谈 不要是 你在一个国家在两个大国之间呢 你可以维持一个中立的局面的话 你可以双方方面都得利 假如是你偏向一面的话呢 反而可能是自己的空间 自己缩小自己的活动空间 我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国际关系不能一刀两断 对 好 今天的社交电视节目到此为止 谢谢收看 下周见再见 下周见 下周见